大家好,我這裡是Moji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戀愛和Zen 那我們今天呢,我想說 就是先帶大家試試逛一下 那就是,如果中途覺得 有一些有趣的東西,或是沒有看過的東西呢 我就是會再來錄製 就是把它變成一起這樣子 那最近呢,很高興可以養到 那個大象的成物 就在我們的後面 是因為是我的小天使 剛好養到 按到明天 之後,因為他的 他那個圖片也沒有辦法很大 所以從這邊看 他也沒辦法轉 只能看這樣子 第一次養到大象 我之前在免費版跟那個 收費版的時候 可能捨不得花錢吧 結果就養出那隻 就是 呃,熊 貓熊 每次都是那一隻 這是比較普通的貓熊 那這隻可以養到大象 真的還蠻開心的 結果我今天這的數值 我其實也是隨便亂夾 因為我不曉得要怎麼夾 那最近他也有開放了 呃,寵物打工 還有小島的部分 那目前是開放這兩種 這邊有介紹嗎?沒有介紹 好吧 那最近有一些活動 那現在是6月15到7月9號 是有10天的活動 就是來我家玩吧 那他就是你到 呃,自己喜歡的 呃,玩家的屋子裡面 去做投票 就是一個蠻簡易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個 應該是有大量的好友 才有辦法 哇,他頭上的動作也太可愛了吧 就偶爾呢,我就很喜歡看了一下 人家的服裝 看一下人家是怎麼打扮自己的呢 這小狐狸也太可愛 因為最近的那個 呃,福袋呢 好像就是 一些小動物的樣子 咦,是最近的嗎 還是之前的 有點忘記了 有有,還在這 7月9號就會下架 因為他只能這樣子 小小的預覽 我只能就是 帶大家看一下 真的蠻可愛的啦 像目前這個就是 男神 男性 男性能帶的一些道具 真的 也太好笑了 清涼田桶紅眼睛 站在你的眼睛的前方 那我看一下女生就好了 女生是兔兔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的兔兔 在射狐狸 小花貓咪 我們的小紅鷹是在頭上 蠻可愛的 之後 呃,上一次好像忘記說 呃 穿我們的 小天使服裝 來做特效 咦,他好像是有一些固定的特效 是不是 我有忘記 因為認得太久了 太久迷亡 我也沒有去看 動作表情 包紙 這個是 還要離開交通工具 這是什麼 六級以上的服裝 所以我們穿那個 和服是不是不行啊 和服不是六級耶 服服應該算是二級吧 和服呢 看了半天 這也沒事啊 好吧 好吧 我再去研究一下 這個是 哦 所以可以kiss嗎 我kiss一下好了 把我小天使移過來一點 我之前玩的時候 呃 沒有給他kiss 我今天來kiss一下 穿一下 先穿一下 可是現在有點等 所以我們只是做個效果 會實邀請 喔 這樣有kiss到嗎 我就這樣子啊 可是你扭歪歪的耶 好吧 蠻可愛的 再一次再一次 我想要把它調整好位置 我想要把它調整好位置 這樣哪有kiss啊 是不是太遠了 就是還要自己調位置就對了 我們在這邊放閃 還有笑被人家看到 好趕快把它換回來 被大家看到了 好啦 我把它換回來了 之後 前幾天呢 我有到梅恩大橋去 之後有看到 一隻小兔兔 他好像是中秋節的任務 那最近去看他是已經不見了 那 之前 呃 有一個網站 就是天使之一 應該大家都有去看過 他裡面有蠻多訊息的 所以我也不曉得說 那個兔兔 應該是 剛好 呃 不曉得是不是 遊戲時間 出現 的 還是 現實時間 出現 這邊我就不太清楚 我可能到時候再去 十幾下再去查一下 好的 今天呢 我想要來去解這個任務 就是前幾天 他突然冒出來的 是 潘朵拉的秘密 盒 這個神秘的潘朵拉盒子 就是 想要這什麼秘密呢 我們去吧 因為我剛好在這個 亮晶晶洞穴 他就是在亮晶晶洞穴裡面 之後 我不曉得他因為用這種 這種 巡弱啊 他會在那邊卡很久 我用手機玩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並不是模擬器的問題 那我的小天使呢 他沒有這個任務 所以我目前不曉得說 他這個任務的契機是什麼 那之前前段的影片呢 我也有說過之前去看的那個 網頁啊 他已經 就不知了 好 那 我記得我之前玩免費版 應該好像有解過 有點忘記了 潘朵拉的秘密盒 物語1 你看 好神奇的盒子 這裡面一定有天大秘密 這是什麼盒子啊 偷偷告訴你喔 這是一個神秘的盒子 當初我結婚的時候 宙師請各個神明 送一樣禮物給我 哇 真是好 之後他不允許照出 不允許他打開 我好像打開他喔 可是其他盒子封印 必須要有 迷幻明萌 解 這是什麼 欸 好啊 喔 那我們去找 愛道無止境小甜心 肺理症 我們去 對 那我現在按這個他都會卡住 所以這是正常的 大家不要覺得奇怪啊 然後他現在就是可以自動尋路 因為之前也是 很 講過很多次了 所以這種自動尋路真的是太讚了 就不用去找 不過還是有一些像類似團隊任務啊 他是沒有辦法使用自動尋路的 不然我是覺得 這個 就是真的啦 少了一個 找東西的樂趣 愛無止境的小甜心 究竟是什麼呢 欸 找到了 哪哪哪 哪哪哪 愛情 讓人並批咬兩面的溫柔 他是人人受歡迎的愛情打石喔 之後他有問題 好 對 我們現在想要指望明萌解咒 解映咒 要幫他完成一件事情 好嗎 求助者是楓葉谷的莎莎 他想對暗戀的人告白 沒問題 走 蛤 喔 要自己去是不是 好吧 我以為可以自動尋路 因為我點他好像 又回到小甜心呢 所以我們現在去楓葉谷 他剛剛是楓葉谷 那我 我是想說我的小甜心 我就給他跟著吧 楓葉谷的話 那就是在下面 可能要找一下 因為他沒辦法尋路 才剛剛才講 講而已 今天就沒辦法尋路了 我看一下 沒有啊 沒有多一個NPC啊 因為NPC 可以看到NPC是紅色的點 那這個是音樂家 這個是莎莎 喔 這是莎莎 他叫我找莎莎 抱歉 我已經幫助莎莎了 那我現在就是少了甜心亮晶晶啊 我在搞什麼啊 原來如此 可是我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得到甜心亮晶晶 而且好像也還沒有看到有人賣 好吧 不管小書可以 把他順利的解完 沒想到 這一段可能就要卡在這裡了 真是有點可惜啊 沒關係 我們等下次 對甜心亮晶晶晶之後呢 我們再來 寫這個任務吧 好的 各位 剛剛我的小天使呢 終於又升級了 我們現在是 上次 我們已經升級到 百分百情人 那那個升級的片段呢 我就是 因為一直沒有時間 所以 我就只是用 呃 預錄 就直接錄製啦 就是都沒有講話這樣子 那那段是 我們 呃 到 櫻花 欸不是 日本國王那邊去泡溫泉 就是一個蠻簡單的一個任務 那那個時候 我一直 忘記時間 所以拖了蠻久 好不容易現在升了百分百情人 所以那段影片呢 我等一下就是 會做個剪輯 那就是 只有一小段而已啦 那等一下就 再回來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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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次在洞穴裡面按旋路都會有點卡卡的 那我們先離開這個地方再說 停停停 那我們現在是要解這個新的 它有兩個NPC 一個是惠妮 一個是雷絲莉 那我的小天使是男性 所以男性必須要找這位雷絲莉 那我們女生就要找惠妮 不過這個 這個任務好像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我剛才用我的小天使去找那個NPC 之後呢 他說 要送惠妮給他喜歡的女孩子 那我們會黏制在這裡 之後 他好像也是要買東西送給他 那我們現在只知道雷絲莉那一部分 要等有幸一天的時間 就才有辦法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那我想應該這個也是一樣的 他說他是潛到糕店的師傅 喔 是因為檸檬派的關係 所以愛上了他 所以這個任務才叫酸甜檸檬派 總之 雷絲莉是個完美的男人 欸 他也要親手織衣巾 因為我剛剛用男生的小天使去問雷絲莉 他也是說他想要送衣巾 隨便說明天 呃 喔 所以你要今天就要送 好 好啊 我 我 我有毛線嗎 我不曉得我 欸原來任務是不一樣的 那我給大家帶 去看一下雷絲莉在 雷絲莉在這裡 對他是不會理我的 因為畢竟我是女生 好 原來我有 那我們就已經幫他收集好了 好 那也是需要遊戲一天之後啦 因為畢竟他還要吃雷絲 那 等 有 也是 一天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看看這個任務吧 那我覺得這個任務 他是送一個 這個很可愛 我就覺得蠻可愛的 可愛女服身的衣服 那男生的話 我看一下喔 呃 男生的話 是受 羊果子師服服裝 因為他剛剛有提到那個 北施莉是製作蛋糕的師傅嘛 所以就是 算是一套的這樣子 這個真的蠻可愛的 蠻喜歡的 那 我們就只好 耐心的等待 呃 遊戲一天的時間 我們再回來囉 好的各位 我們已經過了遊戲一天 我們現在要找 慧妮 那我另外一個小天使呢 就去找 蕾莉絲 蕾 好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這個 女角色的 呃 果結 好啊 那那那那那那 給你吧 好 那我們果結 來看一下 欸 我還沒送紅玫瑰 蛤 現在變成說 那個 呃 男生呢 他也要 送紅玫瑰 因為我們這個 劇情 女生說要送給他嘛 那男生也想說 也要送 呃 玫瑰給他 好 那我們現在又要找 一天 要過一天的時間 因為他為了寫卡片 那我看一下蕾絲莉 蛤 等一下 他哭了 為什麼哭了 我要按太快了 喔 蕾絲莉他是說 他不能吃蛋糕 因為鮮奶油的味道 會讓他噁心一整天 因為他之前有提過說 那個蕾絲莉啊 我們去找一下 他是蛋糕師傅 他居然沒辦法 吃 呃 鮮奶油 所以他只做快樂的心一點 所以他是沒有做 過蛋糕啊 那蕾絲莉說 蕾絲莉好像問我 你當不當我是你的女朋友呢 啊 結果蕾絲莉剛好搖頭 所以那個女生就大哭了 好 我們看一下啊 我嚇呆了 他說 蕾絲莉說 我嚇呆了 從來沒有被女生這樣罵過 好啦 反正我們就是一樣 呃 拿那個 紅玫瑰給他 喔 男生的那個 那個不太一樣欸 他先叫我去找蕾妮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開兩個視窗 所以我全能用面子給大家 呃 聽 那蕾絲莉他就順利的 告白了 那他那時候搖頭是因為呢 呃 他不喜歡蛋糕 結果那個女生剛好問的那個問題 就誤會了這樣子 那他就是把 呃 他的 情況呢 告訴我的那個女生 這樣誤會就擠開了 好看的男生的比較好解 搞不好我就可以順利拿到衣服了 有了有了了 啊 結果我這隻還不能拿到 我本來想說今天把它解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穿了 好 我給我們這隻男腳穿一下 怎麼這樣 再去動一下 嗯 再來包包裡 先把它打開 好把它穿上 可是因為現在冬天 所以有點冷 我給大家看一下 直接從社群這邊看到 它是這一件 可是我覺得 怎麼覺得好像沒有說很好看 好 好 好啦 那我們就再等一天的時間吧 我們就把 呃 這個任務把它解決掉 那我先趕快把我的小天使 穿上衣服 我安排 暴露了 好那我們就再等一天的時間 嘍 好的各位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呃 上一次呢 就是還蠻之前的 就是參加一個活動 電到 呃 不是電到 叫做水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 你就是選一個人 可以就是幫他們 加油 那之前不是就選了 結果都找不到人 那現在是終於 後來他就有修改過 現在是正常 所以就是等到日期 就在旁邊而已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啊 他只要 呃 你就選 隨機選了 一位 呃 來幫助 這個人物 那他就是收集 他想要的材料給他 這樣就行了 那 他的 呃 獎品呢 其實還蠻不錯 他其實是有機會 可以得到這個 呃 這個 娃娃 機器人 機器娃娃 不過 呃 要看運氣啦 那我之前好像只有得過 那麼一次而已 就算也沒有得過 那想說 今天呢 就先把這個解完之後 我們就趕快回去撿那個 檸檬派的任務 那 四個人物呢 你只要拿 給他材料之後 所有 所有人 都是 要來這邊 美顏港這邊 來找 倦男 幸福沙 那他回答的 呃 他會問一個問題 就來回答 就問說 蝦魚為什麼 必須要不斷向前游 不然會窒息呢 那 他的答案都是一樣的 就是 沒有 呃 這個是標嗎 我看不懂這個字 來控制浮潛 不油 會往下沈 對 他所有的答案都是這個 非常的簡單 呃 我們剛剛是找誰 小閒貓 就忘記了 好 那我們就回去 看可不可以運氣好一點 拿到 呃 機器娃娃 有 我們看到了 我們就是 最後呢 要找主持人 成功 呃 成功了 喔 髮型券 呃 其實我不是很想要髮型券啦 因為他現在髮型都 沒有新增啦 我 給大家看一下 呃 他衣服有新增了 兩件 呃 一件是上一件 是這個 黑色短褲 給大家看一下 滿好看的 可是髮型呢 都還沒有新增 就是 都是這四個 覺得 沒有很好看就是了 好 那我們 就趕快來去解 酸甜檸檬派吧 嗯 我按錯 那 等一下 順便找我那個 烏會天使星 是我們那個 團隊的任務 那我現在有操縱我的小天使啊 他就失敗了 失敗的話 好像都是一律 得到 起司 脆餅 這個食物 加 飽食度的樣子 對 飽食度的 食物 那有點可惜啦 欸 喔 蛋太快了啦 他剛剛說 他是大笨蛋 喔 就是因為我們 前段 大家可以看 就是轉到前面的影片呢 可以看到說 我那時候是講 他那個 那位男性呢 就是 搖頭 那其實他搖頭的意思是 他不喜歡吃蛋糕 結果女生就誤會了 好 那我們先去 啊 結果我們是要去教訓 教訓 雷斯 雷斯 利盾 你不要以為你長得帥 就可以玩弄女生的感情 你害惠妮哭得好慘 我 我 我氣死了 你不要再狡辯了 最討厭你這個錯男生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 我 我就這樣子去罵人家 罵一罵回來 你真是大好人 欸 他就趕快來解釋 就是像前面前段講的 那他這邊好像是一樣的 就是 呃 他 就跑來告白 原來那時候就有講說 他 不敢吃鮮奶油 因為 對他的身體狀況 會有 就是會有狀況就是對 反正這是一個小小的誤會 還好誤會有解開 我們就得到了這個 很可愛的 衣服 先給大家看啊 按錯 抱歉我還沒開 我覺得女生的真的比較好看 真的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因為現在很冷啊 所以 所以就是 臉不是很好看就對了 真的還不錯 我很喜歡這件 好啦 終於 這個 任務呢 我們終於順利的把它解決掉了 太好了 那 想說呢 這一集 就先到這裡 那 就是因為剛好 錄了好幾段嘛 就把它 剪成一集 這樣子 那 之後呢 一樣有不同的部分 還是小天使升級 都會來錄一下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 時空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 掰掰 掰掰